随着屯赤隧道通车后,屯门一带楼市都会约起来。 为人熟悉的在生活配套设施非常完善。 商场、食肆、泳汤、游艇会、酒店都有齐的黄金海岸。 而连近宿管区一带,近年有很多新楼盘相计落成。 今次会和大家看看那一带有什么楼盘。 首先看由永泰地产发展近日开始收楼的欧马欧马。 根据发展商所说,欧马欧马灵感来自太平洋写意环境,以度价生活为主体。 先带望穿秋水都想去旅行的大家,去看会所放松一下。 欧马欧马会所连园林超过4万5千尺, 发展商更加找来瑞士园林设计师,打造六块园林。 会所设有party room,无边制泳池。 欧马欧马最大特色就是有成三层的gym room, 其中一层更加在罕见的户外健身区。 看完会所,带大家进屋去看单位。 首先,多谢天字物业客户, 张小姐借出一个高层单位给我们拍摄。 单位在2019年6月30日, 抽到极钱丑以551万买入拍摄当日, 业主刚刚收楼。 属于两房间隔开放式厨房, 景观望对面小学和山景。 欧马欧马属于71小学校网, 而中学属于屯门区。 一边参观单位同时, 先补充欧马欧马资料。 欧院共有466伙, 实用面积由254尺至1659平方尺。 单位间隔由开房式至4房, 给大家参考另一个三房单位间隔。 售价大概800多万, 可以做到百成按揭。 一街之隔还有上沿。 上沿入口有本港著名私立幼稚园, York International Peace School。 上沿楼盘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空中走廊, 连接着有2万尺的空中花园。 给大家参考上沿一个三房一套年工人房的单位, 现在放售900多万。 其实除了欧马欧马之外, 还有同属Upper Gold Coast系列, 位于距离黄金泳滩只有5分钟车程的欧马 by the sea, 同样以度假生活为主题。 Omama by the sea, 当然是它的海景了, 我们实地去看看。 虽然未建好, 但可以看到它的基座很高, 目差最底层的单位都高于对面昆仑。 其中一个三房两次的间隔, 现在开价700多万。 做到发展商高按揭贷款, 沿着扫管区再洗钱一点, 就是2017年入伙的LAPA。 LAPA共有67座, 提供460个单位, 实用面值由437尺至2906尺。 让大家参考LAPA现在放售的一座低层单位, 827尺。 售价在1000万以内。 LAPA除了分层单位, 还有位于LAPA内, 以集口划分的Grand LAPA。 分为三户型, 全部都是两至三层高的独立洋房。 实用面积由1763尺至2840尺。 Grand LAPA现在都有独立屋, 以3000多万招标。 最后带大家看近黄金海岸帝宇系列的帝宇金湾, 预计在22年4月入伙, 一共有611伙, 185尺至1200多尺。 有开房式至4房间隔, 两房间隔现在大概卖700多万。 还有即将落成的第三期, 帝宇蓝天, 一共有557伙。 开房式至两房间隔, 184尺至388尺, 一房间隔大概500多万。 看回发展商网站所显示的图片, 它的位置正正在黄金海岸住宅和著名哈罗香港国际学校的中间, 一次过带大家快闪看了几个数管区的楼盘, 不知大家最喜欢哪个呢? 如果对以上单位有兴趣, 欢迎联络我们的物业代理查询。